今天咱说的话很简单 一个中国共产党最关键时刻的总书记 他看待一个人不是基于党章和忠诚 也不是基于你是根红瞄准 而是看你的父母 你们听说过吗 共产党从上往下选干部 我告诉你 最个人讲一定看你父母 看你对父母的态度 第二 他看你能不能用 给不给我送钱 咱还真被冤枉共产党 你别以为他给你钱都用你 真不是 利用你会两个事 用你和利用你两个 我利用你我管你爹妈是谁干嘛 是不是 我用死你拉丘岛 真正的帮派我用你的一定是这样 今天我想到这时候兄弟姐妹们 你说这个母亲节 今天咱跟西方的母亲节的不同 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不同 胡锦涛选人的不同 当时刘永庆人家爹 人家是当地的甘肃的 人家爹是人家是富盛级 当时胡锦涛等于是被包养了 人家的爹是水利厅厅长 把他培养起来的 是刘永庆的爹建议他去了西藏 是刘永庆在清华里边是唯一的女才子 在捧出胡锦涛 所以胡锦涛在他面前就是被包养的小三的感觉 永远在他面前就低着头啊 真的像熏狗一样的 那板凳 锦涛刚往一坐他说 你怎么那么转 吓得胡锦涛一噗就起来 就那样的状态 我都看得很奇怪 你说搬家呢 那书 搬新家的书 你让王福幸是不是 你让令计划帮你搬 刘永庆不行 哎哎哎你自己搬书啊 你别让你搬啊 结果锦涛就穿着小白背心 就一打一打的书往上搬 灰身是汗 那我在那看着 不是开玩笑的 那么你就能看出两口子的这种协调 不仅仅是包养关系 还有一个很多价值观的共同 人家俩人之间的关系真的是很和谐的 他俩是经常看书 所以你跟锦涛生活真认识的人 见你面两口子 一定是跟你爱说一句话 多看书啊 俩人的成长都是读书成功出家 父母都让看书 而且不相信共产党的书 而且一介绍书全是外国书 坎思啊 资本论啊 安娜卡拉里娜啊 黑白啊 哎你们都看书啊 史德劳斯的书啊 看看这些东西 然后看看日本的 神社什么的 看看这些东西 他都建议你看书 他从来没建议看过马克思练经主义过 他家伙也没建议马克思练经主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